看科技新闻云礼物里不如深入代码一探究竟 AI Agent的应用要落地到底难在哪 想在Agent领域找机会的小伙伴们需要关注什么 前两个视频带大家看了油管小哥用Agent模拟对冲基金的例子 还有标哥用AutoGPT尝试自动交易的过程 这个视频结合这两个例子来总结一下 Agent应用落地的每个环节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从一个软件产品设计者的角度来看 本质上大语言模型带来的所谓智能 可以看作是一种决策能力 输入信息 思考 给出答复 这种决策能力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 可以用在帮你做交易 也可以用在一款小游戏里 替代策划师来设计数值和情节 给你提供游戏体验 在产品设计开发的过程中 以往设计者需要把产品里所有的逻辑都想清楚 再写到程序里来实现 现在这个过程中多了智能这个原料 它不像程序一样 在实现之后是个死的组件 所有的执行路径都是被安排好的 使用智能这个原料的过程 更像是领导给下属布置任务 这个下属在智商达标的前提下 怎么在一个特定的工作岗位上发挥得更好 很大程度也取决于这个领导给他提供的环境 比如行业培训 工作流程 还有上下游对接的专业度 以目前大家对智能这个原料的了解 Agent算是使用它的一种方式 从一个软件技术的发展过程来看 在Idea, Demo, Prototype, Production这条路上 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Agent的例子都在Demo的阶段 要让一个Agent应用从Demo走到Production 在标哥的理解里至少会涉及到下面这些环节 首先是信息源 在交易的例子里 信息源可以是Agent自己去网上搜的新闻 也可以是经过人工筛选和股票高度相关的行业分析和财报 在小镇的例子里 Agent的信息源就是一个二维空间里的位置信息和别的Agent的动态 这里的信息和训练大模型时的数据不同 这个环节指的是Agent在运行时接受和处理的信息 然后这些信息会被送入Agent的主程序 通常是个State Machine或者叫状态机 这个状态机决定了Agent在接到一个input的时候 会怎么利用memory的状态 什么时候需要调用大模型 调用大模型的时候用哪套Prompt Template 用Prompt Template的时候需要输入哪些变量 这套状态机逻辑的复杂程度 还有和应用的相关度 很大程度会影响Agent的效果 在前两个视频里用到的GP Team和Auto GPT 都属于通用的Agent 他们的状态机完全没有针对交易这个应用场景有任何的设计 所以会出现比如说需要他做简单的算术的时候 他尝试写代码来解决 而且会陷入自己debug代码的死循环力 然后当状态机决定要调用大模型的时候 所用到的Prompt Template 也完全可以是针对某个应用场景 通过一系列Prompt Engineering的手段 优化和调试过的Prompt Agent一开始收到的信息或者指令 在经过状态机的处理之后 最后会成为某个Prompt的一部分 然后送入大模型做Inference 也就是推理 所谓的智能也来源于这一步 从应用开发的角度来看 这个环节可以很简单 也可能很复杂 选择大模型的时候 需要考虑到推理的质量速度和成本 在质量上是使用通用的大模型 还是经过行业数据微调过的大模型 推理过程中会不会被Context Size限制 从而需要用Retriever来提供高度相关的Context 在速度上 怎么平衡用户体验和大模型的响应速度 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用参数更少的模型 来实现更快的响应速度 在成本上 需要关注调用大模型的频次和Token数量 来预算每次用户体验的成本 怎么在保证用户体验的前提下 减少大模型调用的次数和Token 最后一个环节 就是Agent在拿到大模型的推理结果之后 怎么通过一套工具或者API 把结果执行出来 这个执行层主要是由传统的软件来实现的 比如在交易的例子里 有交易平台提供的API来落实Agent的决策 这个环节里需要注意怎么设计API的接口 和调用接口的Prompt 方便状态机具引导Agent来使用现成的接口 而不是像之前的例子里 明明有接口可以提供实时的股票价格 但是AutoGPT还是选择 从搜索引擎的结果里来提取股票价格 准确性和时效性都无法保证 刚才说的这些 算是Agent应用在产品设计和工程实现上 需要考虑的环节 而且不同于传统的软件产品的开发 在人员够专业的前提下 从产品思路到技术方案 再到项目落地 这个过程理论上是可控可预测的 开发Agent应用的这些环节里 目前很大程度上需要你像做实验一样的 去不断尝试 什么样的配置能出最好的效果 在这些环节都跑通的情况下 同时还要经过商业模式的验证 确保这样的Agent 在某个应用场景上 或者某个生产环节 要么可以做出比人类更好的效果 要么平地人类 但是减少管理成本 或者低于人类 但是在价格和规模化上有优势 这样商业模式才能成立 当然要是能找到所谓AI原生的应用场景 就是不用AI无法实现的产品 可能是最吸引人的 看到这 相信小伙伴们还是会有个疑问 为什么要这样深入地解析Agent应用落地的过程呢 有没可能Agent根本就是个伪命题 是个错误的构架或者方向 说不定过几个月 就会出来一些新的构架 把Agent替代掉 这就要说到一个新技术 在发展过程中 有哪些地方会随着发展变化 有哪些不会 从应用角度来看大语言模型 可以把它分成训练时和运行时这两个实态 你在运行它的时候 它是无状态的 它本身是不会记住你之前和它对话的内容 所有的状态都包含在每次请求的context里面 本质上来说Agent就是给这么一个在运行时无状态的大模型 增加一个有状态的壳 来利用大模型实现更多的功能 这个角色一时半会是不会没掉的 Agent的构架方式随着发展 可能不会局限于现在Memory Planning Tools这个基本构架 但只要我们还需要一个状态机 来给运行时的大模型赋能 之前说到的每个环节都还会成立 而且随着底层大模型技术的发展 根据摩尔定律 我们是可以指望它的成本逐年下降的 本来经过这个大过滤器出来的产品 可能因为成本原因无法形成的商业模式 就会慢慢被解锁出来 说到最后 考虑到Agent应用落地需要满足的所有条件 当前各行各业里面 有多少需求是可以通过Agent方面的产品来满足 彪哥觉得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 只不过在这个空间里探索的门槛 是你同时要对AI 软件开发和产品所在的业务领域都有深入的了解 才能意识到有哪些问题是有可能被AI解决的 然后通过每个环节上的实践和试错 来找到稳定的解决方案 这是需要长期的投入 才能随着每个环节技术的成熟 抢到应用落地的机会 彪哥目前就在研发一款Agent相关的产品 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这次先聊到这 关注彪哥带你深入代码 看懂技术发展的第一手消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